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2年8月24日 今天有三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首先大家關心今天能否打得整風 8日風球會幾時掛 而這次的威力又是否強勁 大家知道強烈熱帶風暴馬鞍 將會在今晚至明天早上最接近香港 很多人很關心這風的威力是否強勁 能否放8日風球的假 稍後會詳細和大家討論 另外第二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就是要討論柬埔寨和緬甸的騙案 不過這次不是跟進最新的情況 而是跟進一些旁門左道的事情 就是說近日有人利用柬埔寨緬甸的騙案 演變成另一種新型的更狠毒的騙案 就是關於網絡情緣和一些網絡騙案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 這可以說是騙徒中最無恥的做法 另外第三件事想和大家討論 就是要討論律師會的改選 香港律師會在昨天成功順利改選新一屆的理事 而當中被視為攬炒派和他們口中所說的開明派 就是比較偏反對派的人 就是全數落選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這件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給我Like這段影片 分享這段影片 等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的訂閱和按鈴鈴鈴 你便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影片正式開始 首先第一件事要說 相信是大家今天最關心的一件事 就是到底能否打得整風 大家如果昨天有留意新聞都知道 最近吹過來香港的風暴馬安 已經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 甚至中央氣象局會預計 在明天也就是25日時 最接近香港也就是今晚凌晨時分 會升級為颱風 威力是有所轉變的 而且是會增強 之前天文台也曾經說過 或者有些媒體報道也說過 早前就是想著這個風暴 會在香港東部大概100公里範圍登陸 而如果是東部登陸的話 根據過往香港的實例來說 風力是沒有那麼厲害 而且由於在北區那邊有些山 阻擋了風 所以風力會小很多 甚至當時媒體是直指 最接近香港的時候 風力會達到3號風球的風力 很多人便會質疑一個問題 到底是否即使100公里範圍登陸 也未必掛到8號 老實說這便未必 因為當時媒體報道是說登陸香港那一刻 但如果有少少天文上色的朋友都會知道 這個風暴在未來的時候 不是最接近香港的時候最大風 而是未接近香港 未來的時候才是風力最大 因為它的外圍雨帶和風帶 會影響到整個香港 而很多人便問一個問題 到底香港今天會不會掛8號風球 無論是掛否掛8號風球 希望大家出門一定要帶傘 而我個人估計 因為我看天文台加上澳門天文台的消息直指 很大機會在今晚至明天中午前 都會掛8號風球 所以大家就算是今晚下班前 一定要留意天氣報告 當然因為我現在拍片是凌晨拍片 我不敢肯定早上是否掛8號 但如果未掛 下班前一定要看清楚何時掛8號 避開下班的高峰期 因為到時應該會全香港九龍大塞車 另外與此同時 這個風暴的走向路徑也有所改變 原本預測在東面位置登陸 現在路徑轉移了 到了西邊登陸 到了西邊登陸 那些風就不會經北區那邊山區那邊過來 而是經海面過來 到時的風力和破壞力都有所增強 所以大家必須要小心 如果低瓦地區的朋友 記得要做好防風防水的措施 除了說東燈西燈之外 這次的風球有機會在最接近香港 在香港對出的水域 就是升級做颱風 所以也要呼籲大家 由於它真的升級了 所以大家儘量避免在那些時間外出 因為怕樹枝和卡拉掉下來 其實你也會出人命傷亡 好了 颱風消息和大家跟進到這裏 第二件事要說 就一定要說一說近來緬甸和柬埔寨的詐騙案 大家知道香港警方很高度關注和介入這件事 但高度關注和介入這件事 拘捕的人也是有限的 因為騙徒可以說是無限的 他們分別佈滿全球不同的角落 而香港早前拘捕的一名所謂的時司 他就是這個詐騙集團 販賣人口集團的其中一個主腦 而他在昨天上庭的時候 法官拒絕他的保釋 當然這是一個很合理很正確的做法 但我今天這段影片想說的 就不只是說這個詐騙是騙別人去選擇店 而是近日詐騙的方式也有所升級 甚至可以說是變成一個十分之嚴重 或是會令到更加多人落疊的方式 相信大家都曾經聽過一個字叫做網絡情願 網絡情願的詐騙案在香港一直都有 甚至詐騙的金額也很大 而近日這個網絡情願這類型的詐騙案 由以往由其他國家走過來和你見面 或是私朗拿到要和你借錢 搭飛機回葡萄牙等已經過時 近日出現了一個新的 就是利用柬埔寨騙案這件事 令到其他人落疊 甚至香港出現了受害者 據知道近日的這些詐騙案 就是有人聲稱自己 要來香港奔赴見面 然後期間失聯被人捉去柬埔寨 要求他幫忙匯錢給他 交贖金從而回來香港見面 當中根據香港01的記者報道 就說近日有一名Peggy的虎主 收到一個素未謀面在馬尼西亞的其中一名男朋友求救的訊息 而他聲稱在柬埔寨的詐騙刑逃脫 急需要錢偷渡到馬來西亞 而這名Peggy甚至公開了他們的對話記錄 但最終損失了4萬元 報警也沒辦法 而當中馬來西亞人 又是叫傑仔 當然不是肥仔傑 他又叫傑仔 他們兩人會經常私訊 在遊戲中也會稱呼大家是老公老婆情侶關係 但從來未見過面 而這個所謂的男朋友傑仔聲稱會來到香港 經澳門來的 第一次跟Peggy見面 當情鬥初開時 很多時都會被這個感性支配了他的理性 所以這個所謂傑仔在8月9日下午5時 聲稱會搭金巴經澳門的廣州大橋來到香港 但之後失去了聯絡 到了兩天後Peggy收到傑仔所謂的求救訊息 寫著救我 快來救我 然後這個傑仔聲稱自己去到柬埔寨被人夾去詐騙營 然後他已經逃脫到金邊 但身無紛紋 只剩下一部電話 叫Peggy匯錢給他 偷渡去泰國再回馬來西亞 事實上 騙局內肯定會有很多幣端 甚至有很多荒謬的事情 如果有理智的一刻是不會相信的 就像這個人 他說他身無紛紋 但又有電話 又可以上網 而且又可以搭車到機場 其實他是不是真的被人詐騙 即是你一個人又說到自己被人擄走 然後又有電話 又有上網 其實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甚至這裏是一個漏洞 他騙徒的漏洞 當時Peggy也是半信半疑 問傑仔索取身份證和姓名 說幫他報案 但傑仔表示報警是沒用的 沒有這麼快處理 如果能夠處理的話 就不會有這麼多人被困在 這個傑仔又好像說得挺對的 的確 騙徒 騙案當然是一步一步哄你落搭 甚至想好潛台詞的對白回覆你 後來這個傑仔更加使用苦肉計 就說我或許今次可以回到馬來西亞 還可以聯絡到你 如果我回不到的話 我們這輩子都沒辦法聯絡 我們要說再見 Peggy最終因為大家知道感性閒頭 情鬥初開 所以最終匯了錢給傑仔 之後一度失去聯絡 後來這個傑仔吃過了尋味 再次問他拿錢 前後問他拿了四萬元 Peggy最終去了葵聰警署報案 當時報案只是家人帶他去 但他當時還不情願自己中了這個騙案 他覺得依然不是騙案 但經過警方溝通後 警方都認為他是受騙 亦直指網上情願騙案的手法是很類似 大家都差不多 唯獨有一個分別就是今次利用了柬埔寨和緬甸的詐騙案 加入做其中騙人的元素 老實說 現在騙子的手法層出不窮 之前也和大家透露過不少 但依然有人中招 例如拆單騙案 暑期公兼職騙案等等 依然有很多人中招 這個我是比較心痛 所以為何我一定要和大家說 就是 真的有很多很多這些騙案 甚至我這兩天收到朋友發過訊息 就說Payme騙案 如果一直有跟著我頻道的朋友 都會知道這個騙案 因為我曾經報導給大家 我測試了一點點中招 而他這個騙案更加高端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曾經拍過影片 直播了整個騙案的過程給大家看 所以我們一定要提防身邊的人 小心這些騙案 每一分每一毫都是血汗剪賺回來 都不希望被騙了 所以這一點必須提醒大家 特別是最近的新型騙案這麼猖狂 說完這件事 我想說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就是要說說香港的律師會 香港律師會在昨天成功舉行週年大會改選 他們的理事 當中有七個人是競逐 有六個人是專業派 即是大家都明白 一說專業派便知道 你很專業 而這些專業是不會政治凌駕法律的那些 而專業派位六名的參選人 都是全數當選 包括彭允熙 還有鄭偉邦 侯伯申 馬康利 岑顯衡 和曹兆基 另外還有一個人參選 這個人俗稱自己叫做開明派 大家聽這些名字就知道 所謂的開明派即是走路前 在2019年黑暴事件甚至會呼籲政府 你是時候暫停修例 那類的 不用說得很明白 大家就知道是甚麼 這個俗稱開明派 他的英文名叫Mark Daly 中文名叫蒂里曼 蒂里曼 中文名很難讀 他之前是這個人落選了 而他之前處理過很多關於所謂他口中人權的案件 而他曾經要求律師會 去促請政府撤回逃犯修訂條例 同年他曾經有參選過 但是當時他成功了 贏了 但是現在他想爭取連任 就失敗了 而我留意到這次律師會的改選 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過往那些會出來搞事參選的那群人 全部都不見了 這次只剩下那個Mark Daly 過往連張答明 即是港大所謂的學者 都有出來參選 但是這次沒有出來參選 我覺得很奇怪 為何會這樣 很明顯 在中間整個過程 就是因為牽涉到國安法的生效 與此同時 大家知道那群攬炒派經常搶奪大律師公會 律師會 之前也和大家解釋過 律師會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他可以裁定和批出一些事務律師的牌照 所以律師會對於香港的法律體系 對於香港整個法治社會 很重要 至關重要 他是怎樣守著線 如果每個人都說自己願意做831的基金 你會很糟糕 你會很糟糕 甚至如果被這些律師 之後考上大律師牌 然後做法官 就像那個沈小文 他們就有機會放生黑暴 老實說 香港要恢復和平穩定 一定要踢走這群人 而這次很明顯 不要說政治迫害 完全沒有這些事情 這次是投票投出來的 你們自己由律師這個行業 事務律師和律師都出來投票投出來 所以這個結果絕對是公平公正 今天要和大家說的事就來到這裏 歡迎大家給我一個Like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等待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訂閱 別忘記按鈕 你就不能出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